各位奉献千全的好朋友 神的恩典跟神的爱 是多么奇妙的一个礼物 白白的赐给我们 今天我们要进入在第六节以下 讲到神的爱在恩典中显明 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基督就按锁定的日期为罪人死 为一人死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就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 在我们如何去看到神爱我呢 这里说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 显明就是表现出来 那他前面怎么说呢 也许你说我怎么知道神爱我 我没有感觉啊 他说你要回来想一想 是什么时候耶稣基督替我们死 软弱的时候 软弱就是说你还没办法帮助自己的时候 你自己没办法起来相信的时候 耶稣基督替我们死 还有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耶稣基督替我们死 上帝不是说好吧 我看你会不会死 你这些世界上的人啊 你先让我知道你会不会信 我才要拆我的儿子去替你死 不然我的儿子就白白死了啦 上帝不是这样 他说不管我们的情况如何 不管我们会不会来信他 他就照他的爱 就拆遣耶稣基督来世界 神成为人来为我们死 他说这种爱啊 你怎么可以不相信啊 比如说你要去救一个被关的坏人 你为他付了很多赎金 可能一百万 可能十万 但是你又不知道他出来会不会做悔改 会不会做好人 会不会听你的话 成为一个好的孩子 但是你还是去把他救回来的 这个叫做父母超人的爱 神的爱超过父母的爱 因为世人这么多 这么网梗 这么刚硬 这么在罪当中 但神还是说 好吧 不管他信不信 我要照我的爱的本性 来去为他们成全救恩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弟兄姐妹 爱是这么奇妙的 站在恩典中的人 是去体会神的爱 神你爱我 你这样爱我 我还不认识你 你就已经预备来救恩 我还不知道会不会跟随你一生 你就答应把这些因性所带来祝福都给我 神我感谢 你的爱是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 就为我死 天父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深刻能去体会你的爱的显明 是怎么显明的 是当我们还不认识你 还拒绝你 还没办法帮助自己悔改的时候 你就已经为我们预备救恩 主要但愿我们能不断地听见你爱我们 你的爱多深啊 主要感谢你 赞美你 让我们明刻你的爱 是救恩的一切的动力 你因为爱来救我们 感谢耶稣靠着的你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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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